哈哈哈哈哈哈哈 大家好 歡迎回來《眸向編輯報》的《笑聲網新聞》節目時段 今節有我許傘 另外還有我們的《易德台仰》 大家好 請記得幫忙like這段影片 還有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那麼厲害了 正所謂有比較就有傷害 現在香港網民見到 美斯在日本真是笑到堅硬堅硬 我不知道他到底有什麼事這麼開心 還是在香港誰下飛機就給了24味他喝 應該不會喝24味吧 不過我看他在東京好像玩得挺開心 簡直離譜了 不是24味是吃老美 我看到一些網民在社交媒體大罵 雖然他有去到日本東京解釋這件事 我覺得有沒有搞錯 在香港不解釋你去到日本 就對著當地記者才說在香港發生什麼事 你解釋已經變成掩飾了 還有網民都說 老實說你一個這麼頂級的球員 一般的運動員 自己在香港操練的時候 應該都感覺到自己有什麼不妥 如果真的覺得不妥的話 就很早就跟大家說 就是不要大家入場的時候都很興奮 你練習的時候都不覺得有什麼不妥 你練習的時候覺得屁股痛 大腿內側痛的時候 應該說不太行 明天應該都出不了 就不是去到臨時臨急才說 甚至乎不出場 去到散閉的時候 解釋都沒有句也沒有 或者跟大家揮揮手 什麼都沒有 完全不交代 黑臉神 不知所謂 現在去到日本 除了練習 可以跟著大隊 是由頭練到尾 還有晚上 由早到晚 晚上還有參加一些歡迎派對 而且現在最新的這張照片 我看到網民也挺有趣 香港人是不是連鴨都不如呢 連鴨都不如 據說 他又有隻鴨找了他 而這隻鴨 是日本身價最高的鴨 你看他 他跟鴨的合照 笑口細細的 但在香港怎樣 他什麼樣子 給你一個臭念 真的鴨都不如 當然 記住 現在是美師 不是隨便 就是老師 什麼師 蜜師 讓你這麼容易 看得到他 有保鏢 其他不同的東西 安排 為什麼他會跟 A王級的鴨王 即是球王 就與鴨王 雙王 來一個合照 大家如果還記得 香港 當時 據聞有人 穿針引線 16萬港幣 可以跟美師 見面 拍照也好 拍照也好 還是怎樣也好 還看到一個弟弟 找到美師 一起拍照 還給他一件 波紗簽名 其實牛郎 他這件事 即是帝王級牛郎 羅蘭 不是羅蘭姐 羅蘭 像羅蘭 跟香港被羅蘭 是不同的 他就在IG 曬了這張 和美師 酒店的合照 他究竟多給多少萬呢 我就不知道 這個就是不知道 不過這個 叫做羅蘭的東京鴨王 是全日本身價最高的 最搭水的 有錢 就見什麼人都可以 是不是 還有 他這樣又打卡 又拍照 又簽名 你看看 美師 不單止 笑口細細 叫他做什麼 立刻做 立刻簽名 立刻簽 你說多好 還有 在這對金色的波杯 簽了美師的簽名 看見牛郎也有放出來 即使代表什麼 原來美師有錢給他 當然不是直接給他 就是給相關的國際賣物 他們的公關 還有他們的團隊 其實美師可能不知道 這個究竟是牛郎 還是羊郎 還是什麼武大郎 還是什麼都好 只看到一個黑衣黑褲 高大威猛 帶著鬼迷這麼大的 太陽眼鏡的人 就走過來 說要跟他拍照 簽名 可能美師其實也不知道 是誰 也不知道他是什麼來頭 總之 安排了 要這樣做 就這樣做 就這樣做 就算可以了 不知道 可能你會覺得 嘩 現在 總之是看錢分上 這個國際賣物 有錢的話 記住 我們看到鴨王 他舉起手指弓 是嗎 是呀 沒錯 記住 這是鴨王 你要拖一下他的手 摸一下他的手 是要付錢的 付錢的 是呀 很多女人付錢 你看 兩個香港人 自己買票進場 進去 給你一個臭臉 你蠟鴨也不是 你們香港人 進去看觀眾 尤其是 很慘 老實說 付錢就可以了 我們比不夠 老實說 如果你說買票入場 就可以看到 國際賣物 他們的表演 還是怎樣 預期是會有美思 但到最後 就沒有了美思 沒有了 哎呦 剛才也說了 大家的預期 就是見完他操練之後 就會看到他 有沒有什麼 出不了 還是怎樣 練習也出來了 你當在球場上的表演賽 就當練習 跑幾步來看看 控制兩下 那就算了 其實大家都 不是要求太多 要你打到歐聯決賽 那麼厲害 也不是期望這些 不用這些 有些表演 有些花神 扭兩下 就算了 像平時 練球 就當成這樣 就算了 所以現在 你說 簽一對 給牛郎 那些 說不定 有些人會看到 這雙鞋 很漂亮 金色 怎樣買 我也想買 可能應該是 有些特色 因為看到有三條間 所以我們看到 牛郎 在自己的IG 放了這張照片 還寫過留言 就說 沒有 因為我的職業背景 而對我有偏見 待我非常之友好 偏見 我覺得 別人都不認識你 別人都不認識他 公司要他做什麼 就做什麼 你給錢買 這些都是 不要說我破壞你 整體來說 現在 你有錢的話 我告訴你是做鞋 還是做什麼 都可以看到 美思 美思是否有些人說 是神 有些人還說 他這次在香港 故意走後面 不要看到李家超 又不跟李家超握手 現在有些人會覺得 李家超是否連鞋都不如 這麼大 有什麼搞錯 真可憐 特首 你都不去面前 跟他騙手 扮朋友 還是怎樣 特首沒有給你錢 還是怎樣 老實說 他告訴你是特首 還是什麼 我又不認識你 他不太認得誰 打誰 老實說 我們在香港就認識 我現在立即問你 找十個八個白頭髮 或有一年多的外國人出來 我問問你 哪一個是澳洲總理 哪一個是拜登 拜登可能你認得 可能突然跟你說 例如德國總理是哪一個 西班牙那個 誰打誰 你認不認得 可能你也會混亂 有可能 是嗎 鬼式 這麼簡單 我看到有人欺負你和歸廉 都會混亂 不熟就混亂 差不多兩人 所以 一定是一個就流到滿面糊塑 一個就沒有那麼多糊塑 有鬚就是弟弟 就是這樣 這是一件事 多謝你 多謝美斯抽出時間 多謝你 美斯跟他說 無論是什麼行業都好 能夠成為一個行業的大師 都是極具意義的 可以贊自己 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我就用一隻手 他只用一隻手 這個Roland 他只用一隻手 我還喜歡用一隻口 會比較辛苦 又舔又蜜 又蜜 我還要用第三隻手 很煩 這麼厲害 總之一個就是主力用手 一腳轉腳 拖手 踏肩膊 還有什麼服務 我們不知道 很多服務 你看到那種感覺 就很不舒服 是嗎 對一些有入場 給足錢買票的人 就最不舒服 因此說到底 其實大家 並非因為政治原因 而生氣 只是花了很多錢 就打算付入場費 希望看到他跑出場 跑一下空 看到他踢球就算了 像猴子一樣 走來走去 已經很開心 其實都是看不到的 所以已經很不開心 現在你寧願花時間去見牛郎 見隻鴨 跟他簽名 還是怎樣 你對著一個牛郎 都笑口細細 但為什麼對著我們 給錢進來的人 都黑口黑臉 或者最後到頒獎的時候 希望你出來說兩句 為什麼不出場 或者說什麼 都不說 你寧願屈在酒店 什麼人都不見 但是你去到日本 你就收錢去見牛郎 那是不是 肯付錢給你 什麼都可以 我覺得是 肯付錢 什麼都可以 做什麼都可以 現在就是這樣 一隻鴨來找你 馬上騎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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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錢 這才是關鍵 香港人那些觀眾 都不是說沒有錢是有錢的 但是可能給不夠 不夠他吃 很大貪 他背後的公司 似乎是 你給得起錢 美思就會對你少 是的 就算你什麼職業都可以 我沒有歧視什麼職業 你說威亞牛郎 我們不是要歧視他 大家說錢 不會歧視的 沒有歧視錢 我也不會歧視牛郎 那些鴨鴨 歧視牛郎 我也歧視這些鴨 對不起 這些鴨 是靠女人賺錢 他們從來都是 懂什麼 沒有東西懂 不過他們是賺得多錢 事實上沒有算 我真的沒有他們賺得那麼多錢 當然 我們也不是妒忌他們 帥哥 高大威猛 還是怎樣怎樣 那些 那些女朋友都混了 對 很慘 如果你說要去找鴨 究竟是什麼女性 當然他們不是單純於肉體方面 他們是希望在牛郎身上 得到情感上的快胃 剛才提到的那些 那些鴨鴨 有技巧 那些牛郎 究竟跟你十指緊扣 可能不差這些 十指緊扣 也有 跟你拖到要有手汗 也有 很細緻 不是只猜妹 是嗎 不是的 不只是這麼簡單 究竟怎樣跟你拖手 也有一種學問 這就是一件事 美思 還跟他說 能夠成為行業的大師級 也是極具意義 例如 我不知道 大師 做了東京鴨王 當然是極具意義 只有一個 不過東京也有鴨 我記得到東京 到處都有牛郎店 還比女人多 很厲害 很可憐 如果美思 連神之手 加藤英 他專門用兩隻手指 招呼對女性 如果美思 加藤英 都可以付錢 去旁邊 加藤英 擺分神之手的招牌動作 跟他攬頭攬頸拍照 再在加藤英的手指簽名 對不起 我看不起你 我想起也覺得很噁心 我都差不多 不是 他給我一百六十萬 我叫我這樣做 當然 你說做不做 可能你也說 我也做 我馬上做 不過沒辦法 如果公司叫到 或郭靖曼亞密 安排了要這樣做 還是怎樣 他都要 不過 牛郎 記住 牛郎寫這番話出來 即是說美思 有這樣跟他說的話 這個 他又不能亂說 如果亂說的話 可以告你 牛郎 你破壞了 美思的聲譽 即是你對於他品牌的商譽 損害的價值有多大 可以賠死你 牛郎 我怎麼賠得起 他會賺很多錢 事實上 將你 變成牛雜也不夠賣 他很厲害 這個鴨王 真的懂得找 美思 在他臉上再貼一禁 就覺得 好像大家都 是王者一樣 好像 怎麼說 大家都是 首屈一指 他踢球很厲害 這個就是 東京造鴨做得最厲害 可能大家都跟控球有關 不要介意 我說腦骨了一點 但是那個感覺很壞 就是 好像一種來者不拒 還是怎樣 我也明白 我也認識一些女性 對於這些牛郎 覺得他們很抗拒 就算你說純粹拖手仔 有些牛郎賣笑 不賣身 我也知道 但有些人都覺得很抗拒 不賣身 覺得 哎呀 那些阿嬸 一定賣身 是 還要賺他們的手 很滑 還是怎樣 哎呀 他們覺得很無本動 很難 我看到這些人做這些工作 不過是厲害的 能夠做到頭牌 是不是 也不容易 老實說 還有 其實我看到 國際賣物給牛郎 你記住 他在身上拍攝這些時候 我想再也知道 他們的背景是怎樣 還有現在寫出 這麼噁心的IG留言 我聽見打爛陣 我是美師的話 不好意思 那件球衣還是怎樣 我要拿去洗 我想起都沒有 我想要 你怎可以認同這些人 先說 我不對這個職業有偏見 但是 你這樣黏在我身上 會影響整個球王的感覺 球王不歧視我做這些職業 還說 成為一個大師就極具意義 大師 我就說他 美師也好 碧咸也好 什麼都好 有沒有人期望小孩子 將來的職業 是做牛郎的頂級 你也不希望 將來的兒子做這些 不會 做鴨的天花板 天花鴨 做燒鴨可以 做到容器 燒我 總之做了燒鴨大師 燒鴨大王 或是蠟鴨大王 很厲害 做蠟鴨 很油膩 做到油香 蠟鴨屁也好吃 這樣的話 我都可以讚你 我寧願一個兒子做蠟鴨師傅的大師 都不希望做這些鴨王的大師 不要 真的不要 不是 很可憐 我見過鴨王 沒成為王 沒成為王之前 我對球王很失望 球王 你竟然去找個鴨王 你還黏在鴨上 現在鴨在IG還說 你不歧視他 不歧視不要偏見 真的 他擺的球鞋也是金色的 做蠟鴨 做到天花板 就可以買得到這些鴨 要看越生氣 真的 我就是丟掉了阿根廷球衣 你會給人的感覺很噁心 原來你間接地 你不是鼓勵別人去做蠟鴨 有些的 會不會 找到錢就做蠟 找到錢 做到蠟鴨 不要緊 總之做到這行業 什麼行業 做什麼家琴 做到大師級 都可以 大師級 好 感覺不太好 間接地鼓勵到青少年 哇 媽媽 為什麼她可以見到蠟鴨 原來她做牛郎 她老婆是不是姊女 牛郎姊女 不是啊 兒子不要看這些 這些人是壞男人 不是啊媽媽 她可以見到美思 我們買票入場也見不到 為什麼 我都要學她這樣 我都要學她這樣 她很英俊 你看看她 糟了 教壞小孩 真的教壞小孩 不知道大家覺得會不會 哎呀 哎呀 我都覺得 沒眼看 淪落到這樣 我不明白 她後面那間公司 怎麼會連這些垃圾桌也會接 有些人可以埋身 沒有問題 但好像這傢伙 真是 我可能 很難過 許傘想給16萬 然後埋在美思的身上拍照 然後把她放在編輯部 這樣行不行 爛啊 爛啊 什麼啊 16萬又怎樣 來搞事嗎 走吧 有錢也不讓你過來 望向編輯部 什麼正向報 什麼來的 還是怎樣 叫我們走 可能現在這個牛郎 我不知道 她可能給超過16萬 其實很慘 我們要記住 牛郎要去到最頂級的 即和牛 還是什麼牛 雪花牛 是要經歷很多 我看過一些故事 還說要開著開逢車 車載著那些 整個五六十歲的客人 五六十歲的客人 去到山頂 不知道哪些位置 看夜景 繞完封之後 又要讓她睡在大腿上 還是怎樣 然後睡著大腿 怎樣 睡著睡著 睡著睡著 差不多了 她不是流口水 拔開牛郎的拉鏈 接著做什麼 自己想 我不說了 說到這裡 我不懂了 我也不想想 你要慢慢打上來 你就一定要由這些做戲 不會一開始就這樣 對嗎 這樣也是 很可憐 好了 我想起這裡 我也要打冷鎮 她這雙球鞋 她和美斯的會面 她是要載多少這些 五六十歲的蛇 五六十歲的蛇 蛇 去山上 這些場地 換回來的 嘩 真是 我想起都害怕 唉 不要 哈哈 好了 我們先查些居風油 不行 周辛恆 拜拜 拜拜